哈喽 哈喽 不好意思 昨天太晚了 所以说没有时间拍摄这个实际视频 然后今天今天我们拍一个详细一点的这个开机视频 开机影片 然后给你确认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产品呢是 三阳的C4 它的外观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包括它带的一些配件 这个是相机包 然后是说明书 然后是这个底座 就是充电的时候可以用 平时也可以用的 然后再就是这个充电器 这个电池可以放到这里充 也可以连接这个电源 连接这个底座 然后用这个底座充 然后就是这些 然后包括一块电池 这块电池的话 比较老了 但是可以给 也还可以用 如果说你介意比较介意这个续航能力的话 我建议你自己再买一块新的电池 这个电池是有新的的 这个就是本机上原版 原来的原装电池 有点老了 看起来用了很多年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机器的本身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橙色 橙色的话就是 非常非常新的 九九九星大概 九九七星吧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们开机开机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镜头盖这样这样拿下来 这样拿下来 然后我们开机 啊对了 它这个也开机 我还没说完 等一下 我想说的话是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电池嘛 电池的话 就这样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记忆卡 记忆卡用的是sd 这个的话需要你自己准备一张 这个sd卡很便宜的 你可以买 我现在试级用的是2g的 你也可以买一张2g的 应该也够用了 很便宜的 这个在虾皮上你可以找一找 当然了 如果说你觉得比较小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大一点的卡 但是不建议使用10多g的那种卡 那种卡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带不动的 因为这是老相机 然后我们开机 开机的话 按这个键 长按 然后开机的话 它会有个日语的一个打招呼 刚才他说让我们设置一下这个日期时间 然后 然后他告诉我现在是那个拍摄模式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屏幕 屏幕的话是很干净的 没有发黄也没有黑点 我通过这个背景 白墙背景 然后可以很明显的清楚看到是很正常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按键 首先的话这个键是菜单键 然后中间这个键是上下左右 可以进行各种调节 然后我们设一个日期 刚才让我们设置日期嘛 然后看一下语言 语言的话很遗憾 没有中文 有英语 还有其他那些语言 好 然后这个是上下左右键 我们都看过了哈 都是好的 然后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屏幕 屏幕的话 这边显示1495 就是说我们可以拍摄1495张照片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小时59分 就是说我们可以录将近两个小时的影片 然后这个键的话就是变焦 这个键是变焦 然后我们拍照 拍照的时候是左边这个键是拍照 我们把按的话 它会进行一个对焦 自动对焦 但你这个距离要合适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拍摄照片 然后 然后右边这个键的话是录像 按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地方开始计时 就说明我们正在录像 按一下就是结束 然后这个键 这上面的话有一个模式 前面的话是摄像模式 就是取景模式 然后后面推 拉回来的话就是这个 就是相写模式 我可以看到之前拍摄的一些照片呀 影片呀 中间这个键是播放 这是刚刚拍的那个 我们再推回去 然后我们试一下闪光灯 闪光灯的话是好用的 我可以试一下 闪光灯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这台相机功能上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一定要说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换一块这个电池 这个电池 这个电池毕竟是已经用了十多年了 嗯 可以自己再想办法配一个好一点的 新的 嗯 好 以上 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问我 那用完了之后 我们不要忘了把这个镜头发给它盖上 就会用这张红色的这张红色的用途用就像一样了 这张红色的就是了使用我的 没有余脖 除了 这张红色的视频 这张红色的推秘它就有的时候 它是着一点betwiat 那amaan 头发给它 这张红色的再加密的 更多温暖的